接上个视频,今天聊一聊如何选取陪度房的周边环境和小区环境 其实陪度房周边的环境的选址就是协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让环境能够为自己所用,这就好比人选衣服是一个道理 首先要了解自身的需求根据自己的身高、体重、辐射、职业、性别 以及出席某种场合的需求来选择自己的搭配一定是最得体的 又好比同一款时装,穿在两个人身上可能就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是一个道理 第四,从大环境来讲要层层把关 陪度房的周边环境要尽量避开以下这些因素 像医院、墓地、安全使用、拖滑地、强噪音污染、强光源、强光电子显示频 以及工厂、公共卫生间、养殖厂、屠宅厂、电线杆 以及大型的信号发射塔等等这些不利的环境尽量去避开 第三,要两体才避开以上的这些不利环境以后 就一定得按考生的类别选拔 因为文理科生、体育生、艺术生的五行喜好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要以学校为中心按考生的喜好类别来选取方位 楼栋、楼层、房号以及房子建造的年代也都是重要考译因素 第四,就是辩解性了 那陪度房不能离学校中心区太远 陪度房周边的道路一定要畅通 以回气循环为家 地势以平坦为主 避开极弯、陡坡 因为坡路的坎坷 平路的浴室的顺畅 总而言之 一切从需求出发 让一切的地理环境能够为自己所用 才能充分地发挥人与房子的最佳建议性 下个视频咱们接着聊